觀眾朋友你好 我們今天來講一個很嚴肅 但是對於南臺灣 特別是屏東的鄉親來講 其實這是很重要 為什麼在西部 從臺北一直跑跑跑跑跑到高雄 大部分的縣市都有高鐵 唯獨臺灣最南部屏東沒有高鐵 在昨天交通部有一個非常關鍵的 高鐵是不是要延伸到屏東 進行了一個審查會議 大概是在今年之前 今年年底之前就要決定 到底高鐵要不要延伸到屏東 還是要設置屏東區 還是設置屏東區 還是說呢 這個如果說用七百多億的 這個預算來看的話 到底該不該多設一個屏東站 設了之後呢 講不好聽的 會不會變成是一個蚊子高鐵站 錢花的值得不值得 可是屏東鄉親說你怎麼這樣算 桃園機場捷運線 如果沒有說現在也是在虧損 高雄捷運臺北捷運也都常常是在虧損情形 其他人虧損沒問題 到高鐵要設到屏東 你就說虧損不行不能設 這哪有公平可言 第二點呢 長期以來屏東人說 我明明就西部耶 是怎麼西部交通建設去去去去去 跟高雄斷斷斷 好像屏東老是被西部所遺棄的西部 因此呢 越來越多的聲音是說高鐵應該要延伸到屏東 今天好好來談一下 如果說高鐵延伸到屏東 要花多少錢 這個錢花的值得不值得 除了運輸量之外 是不是該考慮到更多的 包括說交通平權的問題 包括說設了一個高鐵站 對於整個屏東開發建設觀光 乃至於整體的效益 該如何去界定 如何去評估 我們先來看看幾張圖 現在呢 是高鐵的情形是這樣 從南港 你說 啊 台北就有站了 是怎麼台北你放了一站 南港又一站 台北就有三站 從南港一直發車 經過新竹 苗栗 臺中 後來呢 彰化 雲林也都設站了 苗栗也設站了 然後加以臺南左營 他回來了 然後呢 現在想說 有兩個方案 一個方案呢 是說左營呢 切到東邊去 一個很有趣的 大家其實地理位置 都不太清楚 屏東是在高雄的北部 屏東市是在高雄市的北部 屏東不是南部 屏東是在北部啦 那左營的這個經緯度呢 其實呢 跟這個屏東市差不多 所以如果從左營呢 切過去呢 是要往東切啦 不是往南切 切到屏東 這是一條線的考量 第二條線呢 從燕朝這邊呢 要往南切 切到屏東線 不是屏東市啦 不好意思啦 這是現在的考量 我們再來看看呢 現在的情形呢 到底要蓋在 如果要蓋 要蓋在哪裡 現在兩個路線方案呢 點都是設在這邊 不是六塊處火車站喔 這旁邊喔 屏東 台鐵站在這裡啦 屏東市啦 旁邊這裡有一個 六地處 這個火車頭 不是在這邊喔 不好意思 現在決定呢 是再往旁邊 一點點 台塘的這個土地上 這個是屏東 要在這邊設一個 所謂的共構的點 我們來看看啦 祖遠在這裡嘛 所以呢 如果是這邊呢 是要切一條過去 或者是說呢 要從燕朝這邊 切一條路線 我們來看看 這個委託案的路線圖 我們來看看第一張CG 就會很清楚 兩個方案呢 一條是從高鐵左鷹站 切切切 切到剛剛所說的高鐵屏東站 這個就是在六塊錯的火車站 旁邊這邊喔 本來是有三個點要選 一個點是台鐵屏東站 一個是六塊錯 一個是這個點 後來的決定就是這個點 不是這兩個點 另外一條路線呢 是往北從那個 從北邊燕朝這邊 岔出來 也是要到高鐵屏東的共構站 通勤共站這個點 錢該不該花 花了之後 運量如何 或者是說 對於屏東來講 整體效益該如何評估 好好來談這個題目 介紹三位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是 遠從潮州了 屏東縣 潮州鎮長 洪明江 洪政長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再來歡迎是也是審查委員 對這個案子非常熟悉的淡江大學 運輸管理系的教授 張聖雄 張老師 你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平東的立法委員 總教授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待會跟我們會做視訊連線是 平東縣縣政府的城鄉處處長 張貴鳳 張處長 不過我先請教 店長你怎麼來 我坐高鐵來 你高鐵用高雄 坐來南角 點半斤 我坐到台北 點半斤 你坐到台北 點半斤 這我也不知道 差不多點半斤 對 點半斤 你按你們教授 坐到祖雄 坐多久 我開車 開車 差不多兩三五十分 你按高雄坐到台北點半斤 對對對 按你們冰東教授 開車開到祖雄站 五十分鐘 實際上差不多三十分鐘 要夠 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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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設一個站 不管是在你們教授 在臉書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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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怎麼會有幫助 這純粥計 剩差不多一二十分而已 當然一二十分也是省 基本上 當然到臉書是最好 我們臉書人在記台說 我常在說 臉書人不是二等國民 當然啦 因為今天高鐵 剛才都到臉書 可以增加在臉書人 比較大方便 這是也難免嘛 當然這要有 要有 要有租餘的緊急 我想 剛才主持人說的 比較少 設在六地處 六塊處 那地方 我想那是平北 平北 平北已經靠差不多三十萬 平東的中部和平南地區 大概差不多五十萬 我想 比較少設在六地處來說 對我們臉書人 對榜料 對鄉純人來說 有寫不寫的 沒什麼意義 他說 屏東要寫 但是絕對不能設在 六地處這個地方 我們當然建議 希望可以設在我們屏東的 屏東館的中窟 我們臉書剛才在屏東的 地理中心為止嘛 當然要設在屏東 臉書來說 對我們廣大的 平中平南地區的 我們的縣民 當然會更加的方便 所以定義說你今天是要來唱反調的 因為現在高東部委託研究 有沒有要設都不曉得 但是兩個岸都要設在 屏東市的六塊處這個地方 可是你認為說 屏東第一個要設站 對 但不能設在平北 要設在屏中 對 屏東中區 理由大概就是說 這個是最重要的地理位置 你都在屏北 你有寫到沒寫 你整個地方 你如果要去屏東算 也是都要按照照過 因為我們照照 有時候有條件 因為剛才目前是台鐵 整個西部幹線的啟發站 也是重點站 台鐵的基地 建立中州 對 中州算很大 我想我們屏東 我們目前就是 我們中州 屏東 都會很大 都是台鐵一起車站 我想假如能夠設在 和 設在操作的話 和整個台鐵的車站 能夠建一個雙鐵共工 我請教 你如果說按這裡 開一條鋸鐵來到這裡 就要開七百億 如果翁南開到你們中州 不然開到一千億去 這就效益了 你要設在 比較沒效的地方 要設就比較沒效益的地方 屏東區人不是像這個 屏東區 用什麼屏東區 屏東區像這個 沒錯 但用台風來說 我剛才說了 屏東區算屏東 屏東 和其他的酒 屬於鄉的鄉合起來 來講 差不多三十幾萬的人口 那我們 潮州正是屏東中區 割加上 屏南地區 大概十五十萬 屏東 屏東 已經有八十幾萬人口 我想屏東中區 和屏南的地區 加起來是五十幾萬 等一下再說 如果要設屏東 是到底設在屏東哪裡 我們再請教一下 張老師 很顯然不管是 設在潮州 屏東市 你都還是充滿疑慮 我可以當政長所提到這個問題 為什麼他們沒有考慮到潮州 就是說通常這個高鐵的速度 他比較快 所以他定線上面 會比較有一些限制 所以定線有限制的時候 就是說 他不是像台鐵可以 或者是捷銀 他可以做一些比較小的轉彎半徑 他拉的那個線型要很大 是 那這樣的話可能會造成很嚴重的裁件補償 瞭解 瞭解 但是其實在六塊錯已經要裁了不少的房子 那所以各位也可以看出來 現在的一些高鐵的站 其實大部分都不是在市中心去 是 都是後來才慢慢發展去靠過去的 所以這個是我想是第一個回應 這個政長 他所有的疑慮 那自己說 所以我相信如果弄到潮州的話 這個工程的經費可能會更高 瞭解 瞭解 然後再研究 是 我常常 就為 作為一個運輸的學者 當然運輸量 運量的一個預測 是我們的一個專業 那昨天的一個審查會 他是一個可行性的一個分析 那麼可行性的一個基礎 是運量 當作是他的基礎 因為從運量的預測 你才可能推估到 你會有多少人達成 會有多少的票箱的收入 會有多少的經濟的成果 在這裡面 那所以昨天的 我只是本於我的專業來做 那有人可能覺得說 我在還沒有開會的時候 就做出結論 我想我算是一個相當認真的審查會員 昨天還沒有開會之前 我已經在厚厚的一本報告 我已經看了兩天 而且寫了八頁的審查意見 是 事先就提送給高鐵局 那所以我想我對這個問題的一個了解 應該是相當 算是 就這個報告來講 算是相當的熟悉啦 今天屏東縣政府的發言人 對您有蠻多的指教 是 其中有一些比較情緒性的 但是也有一些是比較理性的質疑 情緒性的說 您的言論是屬於傲慢的歧視屏東人 為什麼他會這樣批評你呢 他說如果你說屏東只是要一個高鐵站 那就把左營變成高坪站 屏東人覺得這樣言論是被羞辱了 是 那理由是說 那如果臺灣大學都改成臺大 那是不是每個人都念臺大 所有課大都變成臺灣大學 不過這就是當然比較情緒 那什麼支持這樣的情緒呢 幾個說法 第一個您之前也一直在質疑說 雲林站 苗栗站 彰化站 這些高鐵站新增的部分呢 也會有財務的疑慮 也會拖垮高鐵 也是會變成所謂的蚊子高鐵站 可是現在看起來包括雲林等站呢 他的運量是慢慢上來 這是一個 第二個是說 如果說什麼事情都要用說 可能運量會不夠 可能會財務虧損 來去決定要蓋不蓋的話 包括像是桃園機場造價數千億 所以票箱收入也沒達到啊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為什麼別人都可以蓋 講到屏東 就要用財務來卡死屏東 好 幾個問題 第一個 我必須要還原昨天的一些發言 那昨天因為我的上一個委員 他有提到說 從北到南呢 其實有台北 桃園 新竹 台中 彰化 雲林 嘉義 台南 高雄 沒有 沒有高雄 最後是左營站 那他認為說 其實左營站應該改成高雄站 因為為什麼要改成高雄站 因為這個對於高雄站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宣示 但是我接著他的講話的時候 我就突然想到說 其實這樣的講法並不恰當 因為我們作為所有的 你看現在的所有的這些高鐵站 其實都離市區有相當的一段距離 桃園其實在青埔 新竹在六家 台中在烏日 彰化在田中 雲林在湖尾 嘉義在太保 台南在沙倫 是 其實都離有一段的距離 那可能只是因為 天中烏日 六家 湖尾 太保 可能大家不熟悉 所以他用了一個 一個地名在這個地方 那所以現在如果 我認為說屏東 昨天在討論的案子 應該基於說屏東在使用高鐵上面 有些什麼樣的困難 那麼這個困難我們可以利用 什麼樣的一個方案來提供解決 他可能是台鐵的改善 他可能是高鐵 真的是拉一條線到這個屏東 必須就轉秤的這件事情來看 因為其他縣市 所有的縣市都有轉秤的問題 都有轉秤的問題 以我互相嘉義來看 嘉義傳BRT要三十分鐘 搭車要二十一分鐘 新竹六家 其實他的軌道也是要十九分鐘 私人陰居二十分鐘 剛剛講潮州當然是他剛剛講三十分鐘 三十分鐘 這私人陰居三十分鐘 如果你搭從屏東搭這個軌道因素 到新竹營的話是三十六分鐘 當然比現在的很多 那台南 台南沙輪線 搭到台南是要二十三分鐘 是 差十三分鐘 所以我剛剛在講說 或許我們是不是要把這個 變成是高雄竹營 讓屏東更認為說 我沒有一個站是屬於服務我的 這個左營站 那這樣子一種思維之下 我以我以這個彰化站來講 當時我們設烏日站的時候 其實是希望烏日同時可以服務 台中彰化跟南投 但是彰化認為說 彰化沒有一個叫做彰化站 所以要求一個彰化站 要求彰化站 結果能夠設在哪裡 設在田中 田中在彰化的張南 彰化比較環榮是在張北 在彰化石 所以田中站到彰化三十七分鐘 很遠最遠的 跟到屏東走 跟屏東到左營是一樣的 田中到園林站要二十三分鐘 這個都是Google查出來的這個時間 二十三分鐘 三十七分鐘 那你去現在如果去彰化 你說你會在哪裡做轉秤 大部分人在烏日 是 是 是 大部分人在烏日 因為在烏日的時候 我一個小時有四五班車可以搭乘 譬如說你如果要六港 對啊 你六港 你會坐到彰化 你會坐到台中 你如果去彰化 一個小時一班 這是那個名稱的問題 對 但是剛剛那個問題就是說 那為什麼別人虧 都沒關係 然後說要在屏東設高鐵站 你就會那麼執著在於所謂的 一定會虧 所以不能改 我沒有說虧通常 我們的兩個 一個是經濟分析 一個是財務分析 經濟分析其實它的範圍比較快 通常這些案子 其他那些案子 經濟分析都還可以過 經濟分析還 像現在通常這個經濟分析 不能過 都不過 連經濟分析都沒辦法過 等一下再請教您細節 我再請教一下嘉賓 等一下我們會仔細的談 財務或者是效益 但請教 為什麼屏東這麼希望 有一個高鐵站 理由是什麼 對屏東的幫助又是如何 我不是為了屏東設高鐵站而來 我是為了臺灣要開始著手 第二條高鐵而來 與其說高鐵南沿 不如說要說高鐵東進 高鐵東進 就是從西岸到東岸 至於路線怎麼走 我覺得那個空間很開放 所以你主張更多 但是不是主張更多 不叫做多 臺灣是不是從頭到尾 只需要一條高鐵 這是要去思考的 所以在這裡呢 我跟教授的意見 是有點在我們站的位置不同 因為站在交通部 委託交通專業學者 他考量的當然就是運量 考量就是財務 但是站在國發會的角度來講 考慮的是國土的發展 重要的 這裡面有一個情緒在哪裡呢 在一個南北的失衡 其實剛剛教授 從很多地方去分析高鐵 沿線各站 設站的交通接駁時間 其實我今天要談的 不是說 從屏東到接高鐵的接駁時間 要多長 但我們來看一下整個高鐵 大家回憶一下 兩千零七年的時候 高鐵開動的時候 從哪一站到哪一站 我問過十個人 十一個都說不出來 從板橋到左營 對不起 不是台北 也不是到高雄 是從板橋到左營 大家想想看 如果按照剛剛教授的說法 本來高鐵不會經過都會核心區 所以從板橋到左營是合理的 那為什麼現在的高鐵 不只是到板橋 還到台北 還到南港 為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 這就是個短視決策的問題 坦白說 如果按照那個邏輯 板橋到左營 就足以致應 西部幹線的交通需求 其他的不在高鐵的 原來的台鐵各站 都可以透過接駁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你看看 板橋的開通之後 到台北 台北到松山 松山到南港 當然松山沒有高鐵站 什麼原因 從台北到南港站 我們國家投入都多少錢 投入了一千八百億 做什麼 做鐵路地下化 那是為了台鐵本身 通過台北的核心區 要減少對都會發展的衝擊影響 限制 所以所做的努力 單單一個台北的鐵路地下化 花了一千八百億 請問一下高雄的鐵路地下化了多少錢 從左營到高雄 花了這邊很清楚的數字 告訴你 將近一千億 一千億 好 如果我們想想看 在四十年前 台北的鐵路地下化 是在大概在一九七九年 四十年前 快三十八年前所做的決定 如果在同樣的時間 我們做了左營到高雄的鐵路地下化 這一千億 在同時做的決定 今天 左營到高雄的鐵路地下化 如果不是走原來台鐵路線 是走一個更比值的路線 這九千億 這一千億花下去 今天的高鐵 不是只到左營 今天的高鐵 也可以到高雄 至於為什麼高鐵要到南港 很簡單 原來台鐵的機場是在松山 所以他需要調度 一定在主要站的後面 是 所以後來松山還要在籤 因為松山也飽和了 所以整個籤到南港 南港 作為台鐵跟高鐵的共用的機場 這是一個附地的概念 那請問一下台鐵目前的機場在哪裡 在南臺灣 不是高雄 從高雄籤到潮州 也是一個概念 我到了高雄之後 我的車子往後調度 但是現在高鐵的機場在哪裡 你知道嗎 在燕潮 燕潮在左營的北邊 是 表示什麼 因為高鐵到了左營 他沒有辦法再往南去找腹地 因為往南只有更熱鬧 只有更核心 但是如果高鐵今天是到高雄的話 那他的後面的腹地在哪裡 可能在臺灣 屏東的六塊處 可能在潮州 到時候 就像高鐵的始發站 為什麼要在南港 因為南港是在機場 如果說今天西部幹線的高鐵 最後一站是在高雄 他的機場可能就在潮州 潮州就是始發站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高鐵的這個設計 有沒有道理 我覺得當時是遷就現實 因為當年從左營到高雄 成本太高 這一千億中央政府花不下去 可是一千八百億中央政府 可以花在哪裡 可以花在從板橋到南港 所以這裡面就產生一個什麼 一個南北不均衡 就是一個資源配置的問題 所以我今天要說的是 今天我整個要跟他秀出來 今天如果說是高鐵 要南沿屏東 當然第一個按好 對不對 就直接從燕潮拉過來 但是如果說高鐵要東進 一定從左營開始拉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圖上面有了 今天我們要來看的是 整個高鐵的思維 我們限定在哪裡 財務效益 運能 跟什麼 跟一個國土開發 這兩個方式是不同 是平行線的思考 平行線的思考是什麼 我從國土開發的地上來講 我想我直接跳過去 我來談日本的例子 日本 抱歉 我們先看一下人口的分布 為什麼談國土開發呢 台灣在一九六五年的時候 我們的人口大概是一千兩百萬 我們有八成的人口是住在哪裡 是住在鄉下 兩成是在都市 到了二零一六年 我們有兩千三百萬人口 有七成是在都市 三成是在鄉下 這說明了什麼 世界各國發展一樣 人口是往都會地區集中 但是我們接下來看 看看日本的發展 日本的新幹線 有這麼多 他在什麼時候 一九六四年 第一條新幹線 一九七二年 第二條新幹線 一九八二年 第三條新幹線 台灣的高鐵現在幾年了 十年了 十年了 在日本第二條新幹線 已經蓋好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些地方 到目前為止 日本是不是還在持續 在做高鐵的運輸呢 有啊 你看這些新幹線 包括北路新幹線 包括北海道新幹線 北海道新幹線 北海道新幹線 現在才通到哪裡 通到韓管 什麼時候核定的 一九七三年 嗯哼 是在早在將近四十年前 就已經核定了 到現在日本的人口 已經在萎縮囉 可是日本還要不要繼續做新幹線 有 他繼續做明谷屋到大阪 品川到明谷屋 二零一年核定的 二零一年發生什麼事情 我給他看一下個人口 日本的人口齁 在一九二零年的時候 五千五百多萬 到了兩千一 過了五十年後 在一九七零年 他超過了一億 到了二零一五年 他一億兩千萬 人口成長已經虛緩了 到了二零六零年 日本會剩下多少人口 跌破一億 現在剩九千萬 如果人口的成長 是我們進行軌道運輸的 唯一考量 照說日本在一九七零年 人口成長就不應該 再蓋高鐵了嘛 那你來看看都北海道好了 最近通知了北海道 北海道的渣謊 在一百年前是十萬 在一九七零年成長到一百萬 成長了九倍 他到了二零一五年成長到快兩百萬 但是整個日本的人口 在一九七零年到一九二零一五年 五十年間只成長到兩百三十萬 整個北海道的人口 從五百一十八萬到五百三十八萬 整個北海道在五十年間 只成長二十萬 我講到一次一九七零年到二零一五年 北海道還成長 才成長多少 才成長了二十萬人口 但是渣謊成長多少 渣謊從一百萬成長為兩百萬 我這樣理解嘉賓你的意思 就是說 其實您最主要的主張 並不是只要在屏東 設一個高鐵站 而是應該在台灣 有一個環島的高鐵路線 最重要的理由 您認為說每一次 不管是高鐵或是臺鐵 都是穿著西裝改西裝 每一次都是壓力到哪裡 或是需求到哪裡 才做那麼一點點短視淨力的東西 然後呢 臺北花了一千七八百億呢 去做所謂的臺北到南港鐵路地下化 叫都不叫兩聲 可是呢 屏東說要花個五六百億 蓋一個高鐵路線呢 就覺得說要效益評估 但你說的是整體未來 也許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臺灣的需求 不要再老是短視淨力 這部分可不可以說服民眾 同樣呢 我們也透過視訊連線 給屏東縣縣政府的城鄉處處長 張貴鳳 處長您在線上嗎 對我在線上請請問聽得到嗎 很清楚處長 我先請教你 設了一個屏東高鐵站 我這邊聲音沒有那麼清楚 這樣我比較大聲的 設一個屏東高鐵站 對屏東到底有什麼幫助 這當然有幫助 這個無用自已 這個高鐵延伸到屏東 這個不僅是對屏東有所幫助 是對整個國家的一個 國土的一個整個一個串聯 是當然是有幫助的 不然的話 我們昨天 我們昨天在那個交通部 來審查的時候 我們也我們也搜尋了一下資料 大概目前來講 針對高鐵延伸 延伸的這個議題 大概網路上已經有上百萬筆在討論 代表這個議題 不僅是屏東的一個議題 已經是全國的一個議題了 那我還是要回到第一句話 為什麼這個部分那麼多人在討論 其實這個就是一個前瞻計畫 公共建設的一個價值 我前面大概有聽了幾位的一些 等於說來賓的一些發言 沒有錯 因為其實很多的一些公共建設 我們可以發現這近十年來的一些公共建設 其實呢 早期他們都是用一些運量 用一些財務的效益 來去平衡 可是近十年來的整個 整個一個等於說整個一個交通建設 我們可以發現 其實大部分很多的一些交通建設 已經慢慢的 並不是從需求面去提出來 反而是為了整個一個國土的發展 從供給面 來去帶動整個一個交通建設 為什麼一個屏東高鐵站 或是延伸到屏東 就會對屏東整體建設 或是您剛一直談到的 所謂的縫合這個概念 有這麼大的幫助 蓋了屏東高鐵站之後 屏東會哪裡不一樣 什麼地方不一樣 我舉一百年前 一百零三年前 日本他們的遠建 把鐵路拉到屏東 鐵路拉到屏東 其實當然這個部分 一百年前的時候 把鐵路拉到屏東之後 其實把屏東的 其實早期很多人要來到屏東 其實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拉到屏東之後 當然帶動了整個一個屏東的一個發展 那高鐵延伸到屏東 我想這個議題 不僅是對屏東的一個發展 我現在要提的一個問題是說 其實現在很多的一些 我們其實前幾昨天 有一個學者也有呼籲 也有提到一個問題 也有提到一個說 其實早期的一個軌道建設 並不是直接是以我們講的 就業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工作 才用到這個軌道建設 現在很多的軌道建設 大部分幾乎都是假日 比平常日更多 他也舉了高節的例子 所以呢 對屏東的發展 當然不僅對屏東的發展 甚至連接到東部的發展 當然有影響 像我們現在屏東也在推觀光 那像很多的一些觀光 或產業投資 很多產業界要來屏東 第一句話就問說 我們的這邊的交通 便利度如何 所以呢 其實對整個一個屏東的發展 當然有直接的影響 好 處長 是 您稍等一下 不過我們先來看看 昨天在交通部做的一個審查會議 為什麼有些委員呢 還是對這個案子呢 有高度的疑慮 究竟這個案子 不管是在運量 效益評估 以及整體開發效能上 該如何去做平衡的考量 我們來看看 交通部提拨前瞻軌道建設經費 委外進行高鐵延伸屏東的可行性研究 報告提出兩種方案 路線一由高鐵高雄驗巢機場 出發這個方案的屏東站 就與六塊錯共購 公期預估十一年 經費約五百億元 第二條路線由高鐵左營站 延伸到屏東 未來屏東站和台鐵新設的通勤站 共購公期一樣十一年 經費約四百八十九億元 報告指出 高鐵平中站營運之後 一年收入可達十三億元 每天約有四千多名旅客進出 整個運量的預估 就我來看是高估的 那即便在運量高估的情況之下 他的經濟的分析的指標 或者是財務分析的指標 仍然都不能夠達到說 一個計畫可行的一個水準 由宇慧審查的學者直言 二十多年前高鐵就進行過延伸 基隆與屏東的可行性報告 當時結論長途屢次不足 這一次對是否延伸屏東 再重啟評估 在運量高估的狀況之下 仍然不符合經濟效益 列席的高鐵局長胡香玲低調不受訪 與會學者多半持反對延伸立場 與列席的屏東縣政府意見相左 由於各方都認為 報告內容還有很多不足 最後審查會做成共識決議 要求委外單位進行修正 修訂報告之後擇日再審 記者下臨間才報導 不理會說頂長 你做頂長你也是每逢要建設 都要算說 到底錢開有價值不價值 有錢也沒有錢 這是一個重點 錢開了會回來會不會回來 會一直後來會不會 我們來看看 高鐵到屏東 我們先來看看上一張 那個第三張CG 拜託 之前交通部長賀陳旦 其實就是充滿疑慮 在林全還當行政院長的時候 他其實二話不說 都不可能 沒有這件事 不過他這一年來 態度有很大的改變 我們來看看 二零一七年的時候 他還講得很清楚 蓋軌道不是在那邊畫圖 不是畫一條線這麼簡單 重點是要有合理的費率 你要撐得起來 養護的成本 蓋的成本 維護的成本 地方政府要體認到 軌道蓋了之後 容易生不容易養 這個問題怎麼辦 不過在今年二月的時候 他說在高鐵南沿屏東 視為高鐵服務十年之後 對國土城鄉平衡延伸服務的討論 整體的意義跟效益 不能只看財務 交通部高鐵局說 根據需求跟財務分析 用完工後三十年來評估 經濟效益 當官員這樣講 你就知道他的意思是什麼 經濟效益稍嫌不足 一個官員會跟你講稍嫌不足 你就知道他的恐慌在哪裡 恐怕無法回收投資成本 我們來看看 剛剛那兩條線怎麼弄 一條燕巢插出 一條從左營插出來 左營這一條比較長 所以呢不過呢 左營花的錢還比較少 來看看行車時間 整個行車時間 燕巢出來的是十分鐘 從燕巢到屏東市 從左營出來呢 大概也是十分鐘 差不多因為高鐵在走蓋金嘛 要蓋十年 那燕巢呢 分別是大概評估到 民國一百三十年呢 一天可以有四千五百多人次 左營出來人次少一點 大概是四千人次左右 最關鍵是錢 從燕巢這一條線呢 是要花七百五十六億 從左營呢 花的錢比較少六百一十九億 票箱收入呢 各自規劃看起來呢 三十年收了四百九十七億 那左營這個是四百億 不過這是關鍵啦 財務自償率 也就是說你把所有的 那建造成本 貪提到三十年 每年你的收入去算 是賺還是虧 燕巢這個呢 一年呢 他的自償率呢 是負的百分之三十八 左營這一條呢 是負的百分之二十 我們行脈公服務鄉親 行脈公整體 還有周邊開發啦 或是能帶動多少觀光人潮 只要放這個 你算盤的就是 一年都要 學者說一年後兩億 這樣要不通 我想這樣喔 政務要做什麼事情 全台灣的 收法國中 每年都要 到處都不能算錢啦 我就沒有 你也要算成本啦 你說成本來講 不過你做高中做高的一樣嘛 想說你用經濟效益 用財務效益 來衡量金 教育 或是衡量交通 都是一樣的啦 我想說 屏東是一個 跟特殊的館 因為屏東未來 現在一樣 他絕對是一個觀光大線 我想我們去日本啦 我想日本 日本整團去的 我想 人所和現在背包客 和我們自由性的 自助旅性的 我想這有最差喔 有什麼 人家交通方便嘛 有啊 對 啊屏東呢 屏東車來耶 很少有背包客 很少有自助的喔 交通不便嘛 對 所以如果隔壁 人家在屏東 我想我們帶動整整個屏東的 觀光的那個 我覺得這就是 很重要的概念嘛 隔壁開到屏東區 我屏東區做歐巴 我就去調酒 吃熱飲啊 是啊 我想這樣 不是歐巴巴不是車喔 可是屏東 我們屏東本身啦 我給我們 我們屏東內部的 我們的交通 把它做好 譬如說 現在已經通過 我們鄉村的軌道 當中的軌道 我想屏東 我們有三大城市 屏東區 當中 這三鄉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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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結 現在更重要的啦 屏東和高雄 如何連結 我想今天隔壁 是要方便說我們屏東人 和台北連結 那麼遠 怎麼連結 當然高雄最重要 我也很期待 高一台我屏東 但現在還有更重要的 在屏東人 屏東要跟高雄 隔壁高雄 只有高屏西而已喔 你如果高雄 我就連結比較好 對嗎 我覺得 我真的要推動嘛 尤其屏東區 我要為屏東市民 講講講話啦 是 屏東區市民 要到高雄市的市中心嘛 最多一小時 我丟臉因為有到八八塊輸入嘛 那有 屏東市跟風山 二十分鐘就夠了 我市中心 比用鋼人來說 很鋼人是前年上班啦 你要上班的鋼人 要到前年多久 只要一小時啦 我丟臉呢 要到高雄市中心 市中心 二十五分鐘就夠了 是 當港呢 怎麼要到市中心 要四十五分到五十分啦 所以你認為說 不管是從中心來說 還是整個屏東館來說 不是說那麼急著 要跟臺北做連結 是非常迫切要跟高雄做連結 我們來看這地方地圖 我們就知道啦 我們來看你剛才說 屏東三個三個 最重要的地方 一個東港 其實東港在高雄很近 小港 後來就東港了 但是東港要怎麼跟高雄連結 再來你們中間啦 中間在這裡 要怎麼跟高雄市連結 再來就是屏東市 要怎麼連結啦 我請教你 所以如果是這樣 恐怕高鐵 對屏東來講 不是那麼重要的任督而賣 你反而是說到左營 或者是說台鐵 或者是說你不管是用捷運也好 台鐵支線延伸也好 才能解決你剛才說的問題 我有一個概念啦 就是屏東人 我要求高鐵要到屏東 這超好的 不是高鐵還有屏東 在屏東發電 有幫助幫忙嗎 我想想也是有 但剛才是你腳趨勢 要把屏東內化做好 屏東市挖起來 屏東館挖起來 高鐵是民營公司嘛 是 高鐵是要求啦 他差要來屏東啦 不是我屏東是去這裡 要求你高鐵要去屏東嘛 我會了解 蔡老師我再請教一下 為什麼 因為剛剛一直談到 剛剛政長說 你一直說效益評估運量啊 說會了錢啊 你扮小學 扮國中 你扮公衛 你扮社會福利 你才不是說了錢你不要做 有時候公共建設 不是純粹就所謂的收支平衡 來去做考量 這是一點 第二點 收支在決定高鐵要不要蓋 真的是唯一必要的關鍵嗎 蔡老師 這個就是我 我想有一個觀念必須 我覺得我必須要先講清楚 就是說 有些的公共運輸的服務 我認為是基本的服務 比如說一般的道路 或者是甚至是臺鐵 這個我認為是 每一個人都可以負擔 盡量讓每一個人都可以負擔得起 這樣 這樣那個服務 這個是不計成本 就像臺鐵現在已經虧了多少年了 我們還是繼續在提供服務 另外有一些是比較高等級的服務 這些是可能比較便利的 像是機場 高鐵 像是機場 高鐵 等等快速的運輸 這是比較便利的 獲得便利的 那這種便利的服務呢 我們一般希望他能夠使用者付費 所以臺會這麼care說 這樣一個高等級的服務 我們需要他能夠不虧損 臺灣現在還有很多人 我們是從來沒有搭過高鐵的 嗯哼 那鎮長 你怎麼懂得 那有人還沒搭過高鐵 我相信一定有很多人 那所以 尤其高鐵現在是一個BOT 如果我們現在變成讓他一個虧損的時候 將來的這個 是不是要再進行第二次的拆改 他的這個特舉年限 是不是要再延長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我剛剛我也同意鎮長 其實我認為高品之間的區內的運輸 跟聯外運輸 必須要分開來討論 高鐵是一個聯外的運輸 但是昨天那個報告在講 包括屏東縣政府在提出來的 裡面有很多的發展 我覺得他們需要一些區內的運輸 那用區 聯外的運輸來解決區內的運輸 我覺得這個東西 會不會這是兩個部分 因為剛剛如果理解沒錯的話 鎮長的意思是說 高鐵他一定要 他沒有說高鐵他不要 但是他更要的是 所謂的那個潮州屏東 跟東港跟高峰 高雄的連結 所以兩個他都要 他沒說二選一而已 他是兩者都要 但是如果只能選一個的時候 你的先生我瞭解嘛 對不對 所以我就是說 這是不同層次的 是他區內的要 然後整個台灣的連結到屏東 他也要 所以我剛剛才講說 我們必須要釐清楚說 到底我們現在的問題 是區內的運輸的問題 還是聯外運輸的問題 接著我想再回應剛剛中委員 所提到的 第二條高鐵 日本的問題 日本很多事情 當然我們我也很喜歡日本 日本可以做 不表示我們可以做 其實大家在談走營岔出 或者驗巢岔出的時候 其實尤其是驗巢岔出的方案的時候 大家都很也有餘力 因為這個做法 在日本甚至都還沒有做過 所以高鐵 日本高鐵現在跟你講說可以 將來是不是可以 我其實也有餘力 像現在高鐵在採購日本的零件的時候 一些備品的時候 其實已經面臨到非常大的困難 也就是說 我們並沒有自由的技術 所以我們在發展系統的時候 要非常的省慎 另外剛剛中委員也提到說 國土開發的問題 國土開發 我當然也很贊成 這個在運輸裡面 叫做攻擊導向 但是國土開發 我們有沒有國土開發的能力 我們當時高鐵選在那個地方 告訴我說雲林太保沙倫 什麼烏日 都有一些開發的一個計畫 請問現在這些計畫在哪裡 畫那個願景 我覺得 不是說也不是說不難 但是要有實踐的能力 我很擔心我們的政府計畫 大家說公共建設不能純粹 只用財務來考量 可是每一次我們只要發生這種事情 不管民進黨甚至連國民黨 以前執政的時候 他們自己也覺得 這好像有很大的問題 蚊子建設會不會重演 我們來看看屏東最大最大的傷痛 就是恆春機場 花很多錢 兩千零四年啟用 花了六億把軍機場 改成民用機場 如果說洛杉峰側峰影響 冬季班機不能起降 洛杉峰又不是說這十年才有的 這幾百年就有洛杉峰了 載客量呢 零四年臺北恆春的這個班式 有兩萬三千多人次 可是一四年過了十年之後 只剩下七百六十八人次 九月就停行了 現在在做什麼 說在做氣功 就機場讓大家在那邊做氣功 實在是也很可惜啦 其實以後說要包機 這個是一個教訓 但不必然會在所謂的那個高鐵站重演 可是我們必須要記取這個教訓 就是說錢花了真的值得嗎 我們來看看學者或者是專家 要再評估 半大的張老師他說呢 票箱收入運輸量呢 明顯這個委託案就是高估了 這個算法是有問題的 他說用移轉來看呢 一年也只有兩億七千萬的收入 不夠評估說會有收入十三億 高鐵局局長呢 他說呢財務跟效益都不夠了 你花了四五百億只節省半小時的時間 這個怎麼算都划不來 鄭宇哲鐵道國土規劃學會的理事 他說呢你每年齁都要虧兩億啦 換來每小時單向一般的高鐵服務 值得嘛 值得嘛嘉賓 來我發現剛剛有三個很奇怪的議題齁 就是要屏東人吞下去說 高捷跟高鐵你要哪一個 奇怪怎麼沒有人問台北人說 高鐵跟北捷你要哪一個 這是一個假的議題啦 怎麼怎麼變成到了屏東去 變成選擇題呢 第二個 剛剛張教授提到說 這鐵路是基本的 高鐵呢是不一樣的 是要使用者付費的 很多人沒有搭過高鐵 屏東人很多人沒做一個代替啦 這是第二個一個問題 那第三個呢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剛剛那種說法說分段來討論啦 好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以台鐵的環島鐵路網來說 網狀的交通 跟大家把當一個要延伸的時候 延伸的這段會合不合 我們都會這樣思考嘛 我們家本來是四樓家 要打一樓 五樓會合不合 算我要打什麼人 打家要多少錢 對不起 不是這樣 你可不可以說 我們四樓很多人 五樓很多人 一樓很多人 二樓很多人 可是三樓沒有人住啊 要三樓不要去好了 我舉例嘛 台鐵的環島鐵路網 他的網狀的效益 不是針對分路段來看的 立言哥來講 從坊山到台東這一段 他單單靠漂向色路 能夠持平嗎 不能啊 你能夠因為說台鐵的環島鐵路網 因為某些路段 因為人使用的人太少 我覺得那段不要做 不要做 就不叫做網狀的交通網絡 所以我們要思考說 到底你要不要定位 台灣未來是需要一個高鐵的路網 還是說只需要台鐵的路網 很不幸的 從二十世紀日本人規劃台灣的路網 就是環島的台鐵路網 但是到了現在二十一世紀喔 台鐵連基本的環島路網有沒有完成 他還有兩個 他有三個部分 台鐵的環島路網三個部分 立體 立體化 現在正行都是都會地區 第二個 雙軌化 現在呢 坊山到台東還沒完成 再來三個電氣化 電氣化 東部的電氣化 最近才開始完成 所以單單是整個二十一世紀 經歷了一百多年 日本人打下了台灣環島鐵路的基礎 到現在台灣的政府還沒有能力完成 環島的鐵路網 這次已經是一個很落後的事情了 那我們來到到五十年後 一百年後 我們的子孫說 為什麼當年你們台灣沒有規劃環島的高鐵網呢 你們只是在執著於某個路段 他的成本不能呢 還有最後一個我要提到的是說 現在有兩個論調在論 在討論 一種說人多才有需要建設嘛 你人不夠多幹嘛需要那個軌道建設 這是一種說法 是 另外一種說法就是剛剛張教授說的 是一種國土開發建設帶動需求 用供給來帶動需求 就是說你建設了 自然就會創造人多 這兩個都錯 為什麼 我當然以日本的例子來講 人多才有需要 日本的人口要減少 他還是繼續新進軌道建設 那就是說你說建設可以帶來人潮 很多人以為說 屏東什麼地方需要高鐵 是因為要人口減少 我需要透過建設來帶動人口 也錯 台北跟高雄二零零七年到二零一七年 高鐵開通之後 台北跟高雄的人口有增加嗎 沒有耶 減少耶 減少耶 為什麼 因為台北跟高雄的減少 第一個是大環境 整個少子化聲音率下降 第二個這兩個都市人口的補充進來 慢慢減低了 變成人口怎樣 外流 外流到桃園 外流到其他地區 所以重點是交通建設 這個北高的高鐵成立之後 他造成什麼結果 造成了均衡均衡區域發展的結果 也就是說 不因為你台北跟高雄有了高傑 有了北傑有了高鐵之後 你人口成長 沒有因為建設而增加人潮喔 但是你造成了整個區域均衡的發展 這才是我要強調的 不是因為人多才需要軌道 也不是因為有了軌道人才會變多 所以這種這種算是不成立的 因為人口等於商機等於致償率 現在就這樣算嘛 因為人口多才有商機 有商機才有致償率 所以在這種前提之下 致償率不夠 就什麼都不要 好 但是我的意思是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事情 剛剛我們都很喜歡去強說 這個屏東到左營 不管燕朝分岔 左營分岔 抱歉 剛剛張佑說的時候 我沒有主張從燕朝分岔 我沒有主張分岔 我要談的是說 怎麼樣讓高鐵的環島路網成型 那從哪個地方走 是有效 不是去考量屏東 是考量的臺灣的需求 如果按照我們設站的規律 整個高鐵沿線目前 最短的站是哪裡 南港到臺北八公里 是 臺北到板橋八公里 為什麼十六公里你要設三個站 有沒有人問過這個問題 沒有嘛 但是你先看雲林到彰化二十五公里 就有人在說囉 雲林跟彰化這兩個地方 可能做不起來喔 那麼這一段不要做好不好 不要做一個樓房三樓沒人住 我們早上不要去四樓五樓就好了 不成立嘛 所以我要說的是說 我們從左營到屏東到潮州到仿寮到仿山到台東 有人說啊 因為這條路線太短了 就一百五十四公里 一百五十四公里 西部的就有三百多公里 你一百五十公里 高鐵是個快速的 要路徑越長 才會發揮它的效益 對不對 同不同意 有這樣說法嘛 說你要去台東太短了 一百五十幾公里 來 我們來看一下一個圖喔 很抱歉 我把它翻出來 以前的日本啊 他有分成里日本跟外日本 里日本就是靠中國大陸 外日本靠太平洋 里日本過去的發展 因為日本的海上貿易的結果 都是外日本在發展的 就是日本的東岸 日本的里日本的內陸呢 後來開了兩條 一條叫做秋田新幹線 一個叫做三型新幹線 秋田新幹線幾公里 一百二十七公里 三田新三型新幹線幾公里 一百四十九公里 如果路線短 你就放棄 那為什麼日本要開發 這兩條新幹線 所以我要說的是說 我們要推翻很多 既有的陳建 人多才需要軌道建設 錯 因為有了軌道建設 人家說錯 重點是交通路網 是為了均衡城鄉發展 我再透過市區連線 請教城鄉處的處長 張處長 您怎麼看待 我們還是要回到 儘管剛剛 不管是中嘉賓 或者是鎮長 一直強調 不能純粹用財務來考量 可是其實每次談到錢 大家就會放得很大很大 會不會真的沒有人 或是真的虧得很嚴重 處長 我還是要回歸到 其實高速鐵路這個新建 我還是這個部分的評估機制 我還是認為是說 因為就從79年開始 我們是一直從縣府的立場 是希望這個所謂的公共建設 的一個評估機制 要一致性跟公平性 而且我們也想反問一下 中央交通部 其實一個高鐵 它的一個高鐵建設的一個 在三十年前的一個建設的價值 如果是以這個觀念 每次我們都拿鐵路來講說 鐵路優化就可以讓高鐵 不用延伸到屏東 那如果在三十年前的時候 如果各位學者 如果以所謂的財務效益 或者是醞釀 其實在三十年前 七十九年的時候 其實都算不過 因為所有的公共建設裡面 大概有超過八成以上 大概在財務效益裡面都算不過 而且以臺灣的 如果是用票箱 絕對是算不過 那個上千億的一個投資 所以呢 其實高鐵的 它的真正的一個定位 它的建設價值 我是覺得說 其實我們縣府 一直要表達的一個立場 它的一個整個一個建設價值 跟鐵路跟捷運 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還是落到 國土計畫這個部分 並不是說我們把屏東拉到 真的屏東 真的是 是因為國土計畫的 這個軌道間 是需要屏東去做一個 整個連結到一個 整個一個東部 而且這也不是屏東縣政府 提出來的 這個是當初在九十九年的時候 的一個 我們的一個國土計畫 就提出來了 我們只是希望是說 中央政府 在思考這件事情的時候 應該在可行性的時候 應該是針對所謂的技術面 是不是可以操作 如果是真的不能操作 我們看用怎樣的方式 可以再做一個 其他的一個方式 可以跨過高頻繫 一直到延伸到 甚至到東部這個部分 可是現在我們一直用 所謂的醞釀 一直用那個需求面 這個部分 然後大家一直圍繞這個部分 反而是我覺得 降低了所謂的 我們講的高鐵的價值 我覺得如果再用這個層面 來思考的話 所有的部分都圍繞這個思考 我想台灣的所有的 或全世界所有的重大公共建設 或重大的一些公共建設 要帶動發展 大概都可以不用做了 OK 非常謝謝處長 跟我們做視訊連線 不過我再請教一下張老師 張老師 您其實一開始也談到說 其實在評估高鐵 要不要設站 除了說財務考量之外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是 經濟考量 就不是純粹所謂的 票務收入而已 可是我們來看看 所謂的經濟考量 包括屏東人跟其他人 怎麼看 潘崩安縣長他說呢 屏東長期是被排除 在西部生活圈之外 現在就是縫合的時候 用重大交通建設 銜接屏東 甚至銜接東部 為台灣整體競爭地做準備 所以要從全島交通來建設 來看高鐵 不要只從財務來看 恆春鎮長呢 他講說 恆春要坐高鐵 開車跟走贏 就要兩三點鐘 恆春比你們貼酒更多 貼酒更多 如果車車就吃了五六個小時 高雄人到臺北 早就有飯吃飽 再喝咖啡 這就是沉香差距 莊瑞雄他說呢 高鐵南深屏東 不能只考量財務 雖然屏東是最末端 可是呢 人迪士尼也起的末端嘛 這是一些說法 可是我們來看看 交通部委託的這個計畫呢 也有說 到底開發了之後 會有什麼整體效益 包括說周邊土地價值 活絡經濟 包括說前瞻性的都市計畫 跟產業開發 包括說觀光會更加便利 然後呢民眾更加便捷 然後呢 城鄉交通地區發展 再配合相關的產業園區 招商然後屏東各地就可以建設 各地可以連結 還有呢所謂的再繼續往東延 這個可以作為一個起始站 為何您認為 這些除了財務之外的經濟效益 依然無法說服專業者認為 屏東搖社站 這是我剛剛講的說 其實你在畫出一些遠景 一些藍圖的時候 你必須要展示說 你有執行的能力了 那從過去的經驗 我從事在這個專業裡面 三十年的經驗 我其實從七十九年第一次的高鐵 的可行性的時候 我就已經參與過了嘛 那所以這幾十年的經驗 你告訴我說 我們政府在這一部分 其實沒有執行的能力 所以我才這麼反對說 這樣把災留止順 這些東西可能我也享受不到 但是這些都會成為 將來我們子孫的一個負擔 很重要的一個財務的負擔 尤其現在才這個少子化 那將來生產的人會更少 納稅的人會更少 我不想把這件事情 拖給下一代 如果屏東設站的理由 不足以說服您或其他的專業學者 同樣的包括苗栗 彰化 雲林 這三個站 是在這幾年新設的 對 但是設站的條件不太一樣 設站的條件 一個是在既有的線上面 他只是增加了車站 增加車站 他本來路線都蓋好了 對 路線都蓋好了 下車的點而已 所以他只是營運的模式 有一些變 有一些變化嘛 那所以我覺得我們 雖然都叫鐵路 但是軌道 臺鐵 捷運 或者是高鐵 其實他使用的技術 他服務的型態 營運的模式都不一樣 但是我們現在在討論的時候 其實都把它混在一起 這是非常難以去討論 我覺得比較難以討論 我們可以針對說 如果這些剛剛講的 那個審查的標準 其實這也是交通部所併的 捷運有捷運的審查標準 是 高鐵有高鐵審查標準 臺鐵有臺鐵的審查標準 剛剛講地下化 我完全反對地下化 立體化我就完全反對了 對不對 但是過去的一個政策 政策做了這樣一個決定 是 將來其實對臺鐵 是一個很大的傷害 頂頂我再請教你 當然第一 你還是希望說設在潮州 但是我請教說 假想也許十年之後 設在屏東市 希望你的案子可以過 設在潮州 對屏東會有什麼改變 想像二十年之後 屏東會長什麼不一樣 我想絕對有很大的改變 怎麼說 我想我先回應張老師 剛才說的 債留子孫這個概念 你常常還是談在經濟 談在財務的話 或許 張老師講是沒有錯 但你如果今天把高鐵審到中心裡 把建設留給子孫 把方便留給子孫 我這個概念是對的喔 不能用財務和經濟 或這是負債 你會記了兩三年前才在公國 才會破散 那是說我們財務財算的方式 有改變 他才做幾年 特許年限延長七十年 對啊 他就是那個攤提的年限拉長 是 職數如果破散 那不是債留子孫 那是伏留子孫 我想這還有一個城市的討論 我想我們政府的 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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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負成本 有什麼這樣 你把財團 扣得太少 就 就因素稅又減下來 一年 政府就減少一千億 對嗎 不怪不怪破散 那二十年後 有個體 屏東有什麼不一樣 我想是這樣 你如果今天個體 能夠丟到來 我想 已經會帶動整個屏東線的觀光 屏東 屏東是目前專帶 最富有觀光潛力的一個線 你看 專帶你看 還有那麼 那麼一整塊區塊 那麼完整的一個區塊 像恆生半島 那整塊一個 一個觀光區塊 那麼大 恆生半島 比海外還要漂亮 台灣的就要出廚 是啊 如果你要對觀光 當然交通太重要 你可以方便 沒有 我想另外是這樣 我才有一個標 目標 目前我丟到台鐵 台鐵要到新造營戰的部分 我一百四十五千 我一百四十五千 認識這個城市 然後在專大街小巷裡面 尋找我們喜歡的店 也會自己去剪一些 然後坐起來試看看 就試它的效果 像這一隻是龜貝竹 其實我把它當日記在寫 我走過的地方 我吃過的地方 我喜歡的地方 我就把它畫下來 即刻畫完 即刻分享 你 就等於 你當下所畫的那個 算是應該是最美的 數學人不顧著 但是分享出去 就很快樂 去旅行 走訪哈利波特作者 常去的咖啡店 與美麗奇幻的蘇格蘭 臥虎藏龍裡的沙漠與竹林 體驗中國武術的精神面 艾蜜莉意想世界的繽紛巴黎 BJ單身日記的浪漫倫敦 還有山崙起伏的紐西蘭 完美展現魔界裡的中途世界 讓電影帶著我們深入探訪 跟著電影去旅行 旨在公視三台 人生有些事就是不能蹉跎 天長地久的約定 台北廠 公視FB Live直播 在你的裡面 我看見一座高山 它送禮在你的憤怒上 我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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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丟起所有 裝在驕傲的行囊 在驕傲的行囊